哈喽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动态规划 以及它和这些二分法和分制法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那么做这期节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我在讲DP终极学习方案 然后都是使用python加上计划递规来实现 那么就有同学问到这个DP和计划递规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么我可以这么说 我对这个动态规划的理解的话 就是说我觉得它本质上是计划递规 那么大家常见的这种递推的形式的话 只是它的一种实现方法而已 那么我觉得这个动态规划的问题的话 所有动态规划的问题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递规的问题 然后我们使用计划的话 是把它的时间复杂度从指数级降低到多项式pornomial 所以说就是一种高效的解法 那么我们今天就用一张图就来跟大家说明动态规划二分和分支 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最经典的动态规划问题 就是求斐波纳切数列的DN项 相信所有的同学基本上都做过这套题目 那么斐波纳切的话 它首先是一个D规定义的函数 那么这边就来了 那么动态规划和D规到底有什么关系 关系是非常深刻的 那么斐波纳切的话 它定义是Fn等于Fn-1-Fn-2 如果N大于Fn-2的话 否则如果N等于0或1的时候 它的值是1 那么如果说我们直接利用这样一个表达式去D规求解 很容易去求解出这个 就可以写出这个Fidflash dn项的一个算法 那么它的时间复杂度的话是Tn-1 Tn的话0Tn-1加上Tn-2加上O1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去算呢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地规数画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它是一个地规的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画出地规数 那么你说动态规划和地规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我们把这个地规数画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发现DPN要求解DPN的话 我们要求解规模比DPN小的 规模比N小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一般性认为规模越小 这个问题越容易被解决 除了解决这个N-1之外的话 我们还要去求解N-2 那么对于N-1的话 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求解 那么我继续去递规求解 需要求解N-2和N-3 那么对于N-2的话 我要求解N-3和N-4 那么这边我们就发现 它有很多重复的子问题 成为overlapping problems 那么DP2和DP2是重复的 DP3和DP3重复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最后地规求解到 它的边界条件 要么是DP0要么是DP1 你所有的费波纳切的 这个DN向的最后的值 都是由这两个元素得来的 所以说你当你的值 是多大的时候的话 你就要去有多少条路径 有一条路径 比如说FN到N-1到N-2 一直到1到0 那么这样一条路径的话 我才能够得到最后答案得到1 那么如果说我答案是 比如说第10项的话 就是几千 那么几千的话 我就需要几千条这样的路径 我才可以获得我第10项的答案 所以说那么 我们在这个时间复杂度的话 就可以 它是被它的最后的 你的DN向的数值给Bundle的 那么费波纳切DN向的话 它其实是有通向公式的 那么它的这个通向公式的话 是这个φ的N次方 减去ψi的N次方 除以根号5 那么φ的话是1加根号5除以2 等于1.618 约等于1.618 那么ψi的话是1-φ 是负的0.618 那么这个小数的N次方的话 那么N趋向无重大的话 它这一项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0 它是0到1的之间的一个数 可正可负 那么这项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它的这个费波纳切的DN向的话 就约等于这个φ的N次方 除以根号5 那么根号5的话是个常数项 我们可以把它剃掉 那么我可以认为求解费波纳切 如果用D规去求解的话 它的时间复杂度 大概就是1.618的N次方 那么这是一个exponential的 这样一个时间复杂度 所以它增长是非常快的 虽然没有2的N次方这么大 但是还是非常快的 那么你发现求解到第30项 30几项的时候的话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慢 如果说我们只使用D规去求解的话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使用D推来求解 那么可以把时间复杂度降低到On 那么如果说我们 还是使用D规去求解 但是我们用了计划之后会怎么样呢 那么计划之后的话 如果FN-2求解过的话 那么这边的话 我所有的子的这样一个路径 都可以砍掉了 那么现在我做了大简直 同样的话 这边FN-3的话 所有的求解过的 求解过的N-3的话也可以砍掉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就发现 我一共有多少个子问题呢 我一共有On个子问题 DPN DPN-1 DPN-2 一直到DP0 你可以说N-1 那么每个子问题的话 我只要去求解两项 就是DPN-1和DPN-2 那么所以说我的总的时间复杂度 就从之前的Exponential降低到了 这个子问题的数量 以及在每个子问题中所花费的时间 就是我们通过使用计划地规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复杂度 就是变成这种形式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N个子问题 每个子问题的话 O1时间 最多求解两项 O1时间 所以说总的时间复杂度的话 就是O1 那么我们通过使用计划地规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Exponential时间复杂度 降低到线性 降低到线性 所以说的话 这就是这个动态规划 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那么一旦使用计划地规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时间复杂度降下来 那么你这边的话 其实我自己的理解是说 那么所有的动态规划的问题 本质上都是地规的问题 只是说我可以通过计划地规之后 把它的时间复杂度 从这个非常高的这个Exponential级别 降低到线性 降低到或者说 降低到Pornomial 那么我们才可以在规定时间里出解 那么这些是动态规划的 这样一个魅力和特性 那么当然的话 你要去它需要题目 需要满足动态规划的要求 当然既然是出了动态规划的题目的话 当然是满足要求的 今天我们就不具体讲解 动态规划的求解 具体问题 那么我们会通过一些例子来比较 动态规划 二分以及分质 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类似和不同 那么这边我们讲的动态规划 否则我们看到它的特性的话 它有重复的字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二分搜索 二分和分质 那么对于二分的话 我们以二分搜索举例 那么它通常的话 我们搜索一个区间 比如说是0到6这样一个范围 那么每次求解的话 我知道我可以选择一个方向 我们要么选择左半部分 要么选择右半部分 那么这边假设我们选择右半部分 那么我们去地规求解 注意这边我们又是地规求解 那么你虽然也可以看到 很多非地规版本的这样一个二分搜索 但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它们本质上其实都是地规 地规的话求解3到6 那么3到6 假设我们这边这个子文体的话 我们会去求解左边部分 那么求解3到4 那么最后的话到了 需要求解右半部分是4到4 那么当只剩下一个元素的时候 就到了边界条件 那么一个元素的时候 我知道怎么求解 然后我可以通过 这个求解的结果 返回给我的上一层parent 然后让它再去根据我的情况 去继续返回 那么你会发现二分搜索 它的特点的话 总结的话就是两点 第一点的话 它只有一个分支 你每次调用的话 你就一个子文体 第二点的话 就是每次的话 子文体的规模减半 一开始的话我是这么大 然后我规模缩小减半 然后规模再减半 那么再减半 所以说它的这样一个 规模收索的话会非常快 而且是比较高效的 那么通常的话 高度的话就是它的log範围 这范围的话 如果说范围是n的话 那么它就是logn的高度 然后看你具体每个子文体 需要花多少时间 那么时间的话会稍微有些不同 那么这是二分搜索 二分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支法 那么分支法的话 我们这边使用了这个merge 稍微作为举例 那么当然可以有其他很多 其他的问题 也可以使用分支方法来求解 那么通常你会发现分支方法 有什么特点 它的特点的话 它会分成 通常会分成两个 或甚至更多个子文体 或branch 就分支 那么它的所有的分支 通常情况下的话 会覆盖你整个输入的范围 假设我们要去并规排序0到6这样的范围 那么我会把它划分成两个子文体 左边的话是0到3 右边的话是4到6 那么然后我继续去划分 同样的话 我左边的这个子文体 划分成两个新的子文体 那么这个子文体的话 就覆盖了我原来的问题 那么这两个子文体的话 覆盖了原来的问题的这样规模 那么最后的话也是边界条件 对于这个并规排序的话 假设说我只剩下两个元素 或者一个元素说我知道怎么去排序两个元素 知道怎么排序一个元素 所以说的话 这边我们就可以地归中值了 那么你发现它也是地归 然后它会有两个或更多的branch 就是分支 然后它的子文体的话 就会覆盖原问题的这样一个输入范围 就是它和这个二分的这个区别 那么我这边总结了一下 这一个它的不同的编程的这样一个算法的范式 Binary Binary Search 二分搜索或者二分法的话 它们通常只有一个分值 通常就有一个分值 应该就说只有一个分值吧 那么它的时间法的话 通常可以写成TN 等于TN除以2 加上OE这种形式的 那么这种是比较常见的二分搜索 那么这个的时间法的话是logan 也非常经典 非常高效的算法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也这样出现的话 就是每次去缩减这个规模 缩减这个范围 然后去扫描一下元数组 再根据元数组决策 是往左边走还是往右边走 那么它的地规深度的话 是或者说这个循环次数的话 是logk次 然后每次的话需要去扫描元数组 那么这个时间复杂多的话 就是klogan 比较多的话就是guess and scan 猜一个值 然后去扫描一下元数组 判断一下条件是不是满足 那么就是二分法 那么对于分制法的话 这边又举了两个例子 那么第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merge sort 它有两个分支 有两个分支 然后的话 每个分支的话是规模是减半 规模减半 那不一定是严格减半 但是说它两个分支的 合在一起的话 它能够覆盖元问题的范围 所以说的话 tna两倍n除以二 加上这个on 并规排序的话 这个尾巴的话是on 那么这个的时间速达度的话 是nlogan 那么另外一个情况的话 就是我们经常做的这个tree problems 它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分支 那么每次的话我要去通过求解 左指数和右指数 根据左指数和右指数的解 然后去构建更大规模问题的解 那么这个其实和dp思想很接近 这个分支和dp其实非常非常接近的 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说 看有没有这个重复的子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是分支 如果有的话就是动态规划 而且你需要做计划 那么扯远 我们先说数 那么假如说我左指数有k个节点 那么我右指数的话 就是n-k-1 你会发现这两个相加的话 基本上就是n-1 基本上就和原规模是一样的 然后我的尾巴的话是o1 然后这个时间速达度的话是o1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个我们经常用的这个tree的 这样一些地规的求解方法的话 它其实也是分支 然后它的时间发布是线性的 那么当然也可能是分成 分成多个更多个子文体 这边我没有举例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找看 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么最后就是dp了 那么dp的话 它的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复杂了 那么当然它本质上的思想 其实和分支是非常接近的 只是说它有重复的子文体 那么它的这个分支的话 有大体上的话可以分成三种 其实第一第二种比较常见 那么第一种的话就是constant 就是有常数个 比如说我需要去求解dpn-1 dpn-2 一直到dpn-c 那么这个c的话是常数 通常的话是一项两项或三项比较多 然后的话这个时间速达度的话 那么我的子文体数量是线性的 是n个子文体 每个子文体的话需要常数次 常数次的调用其他的子文体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o1 所以总的时间复杂度的话是on 那么第二种情况的话 就是说我需要去求解线性多个子文体 才能去构建我原问题的解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n-1 一直到n-k 那么这个k的话是一个变量 是由题目中的一个条件 或者说有一个参数 是外部给取的 而不是就是hardcode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子文体数量还是每变 是on个子文体 那么它的每个子文体的话 需要线性的ok时间 那么它总的时间复杂度的话是n-k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 它的这个子文体的数量是 或者分支的话是这个quadratic的二次项的 那么它的子文体数量是n平方 然后每个子文体假设是使用on的话 那么就是时间复杂度是n-3次方 我们后面会看对于每个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会看个例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具体来看 那么它和分支非常像 就是说了 然后它唯一的区别的话 就是说它子文体有重复的子文体 如果你不使用记忆化的话 那么它直接地归求解的话 它的时间复杂度 基本上是exponential的 exponential的 然后的话你使用记忆化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降低到pornomial 就是多项式次的这样一个时间复杂度 最后我们看三个例子 我们就结束在今天的这个视频 那么第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509题 phibonential number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求解非方前线第n项 那么它的 我们使用记忆化地归 这边说一下 你用了cash之后的话 那么它会自动去做记忆化 你这样的话你看上去 本质上和就是一个地归求解 只是说你做了记忆化 那么你说dp和地归 记忆化地归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dp的问题 我可以通过地归加计计化来解决 那么dp就是计计化地归 那么它的子文体的数量 就是它这个变量 自变量的取直范围 那么一共有欧文种 欧文种 然后每一个子文体的话 我需要去访问两个 调容两次函数 那么我们把它 调容函数本身的这个 调容函数这个计算时间 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就不不计入这个子文体本身时间 我们只计入说我们调容了两次 或者说运行两个函数 那么它本身的话 需要O1的时间 所以我总的时间复杂度的话 就是n乘上之O1等于O1 那么空间复杂度的话 它的公式其实和时间复杂度 是类似的 就是子文体的数量 乘上之每个子文体所画的空间 那么这边子文体的话 一共是O1个 然后每个子文体的话 需要O1的空间 那么总的空间复杂度的话 就是O1 那么注意的话 一般性我们是把地规的深度 就是占的这样空间是不考虑的 如果你说你要硬要去考虑占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加上占的深度 那么占的深度的话 最大深度的话是O1 所以说总的时间复杂度 总的空间复杂度的话 就是两倍的O1 那么还是O1 你也可以把这个占的空间考虑进去 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 它的子文体数量是线性的 然后每个子文体 需要O1时间求解 那么看第二个例子 就是说我讲过的 这个55题 jump again 那么它的子文体的话 这个自变量曲直范围的话 也是n种 on种 但是它每一个子文体 需要花费的时间的话 是和一个变量有关系 那么这个变量的曲直范围的话 比如说是k 0到k 那么你就需要去线性的去扫描 这样的k个子文体 就是你要求解k个子文体 所以说 那么你总的时间复杂度的话 就变成了n乘上值 ok 等于nk 因为你这边做了个循环 这个循环的k次 然后你一共有on个子文体 那么就是总的时间复杂度的话 是nk 那么空间复杂度的话 和前面体是一样的 每个子文体是O1 然后总的话有on个子文体 那么是on 那么最后看一下我们老朋友 312T burst blooms 打击球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历的 动作高问题 是一道区间问题 那么它的子文体的数量的话 就和之前稍微一样了 因为它有两个变量i和j 那么它是一个range 所以它的子文体的话 一共就有on平方个子文体 on平方个子文体 然后每个子文体的话 我要去扫描一下i到j这样一个区间 那么又是被onbund的 所以说我总的时间复杂度的话 就是on平方子文体数量 乘上每个子文体的时间 on等于on三次方 那么空间复杂度的话 是子文体数量on平方 乘上是子文体所需要的空间 就是o1 所以说的话 总的空间复杂度的话 是on平方 然后它的正的空间的话 应该是on 因为它每次空间应该是 这个区间会缩小1 你最多的话是会有on个地规的深度 所以总的空间法的话是on平方 那今天的话就到这边 所以说我们今天讲了dp和二分法 以及分制法 它们的区别和联系 那么它们本质上其实都是地规 地规抽解 那么二分的话 它只有一个分制 你就抽解一个子文体 那么分制的话 通常是两个或更多的子文体 然后但是的话 这些子文体之间 没有互相的重叠的部分 然后子文体的话 正好基本上覆盖 原问题所有的部分 那么它就是一个分制的一个问题 那么dp的话 就是还是地规 然后你这个子文体的话 可以是常数个 线性个 二次相个 都可以 但是它的主要特征的话 它说它子文体之间 就是会有重复的子文体 你会需要重复求解某个子文体 那么我们通过使用计划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重复求解这个过程去掉 然后可以把时间发达 从exponential 降低到这个 这个pornomial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 在规定时间也通过 那这要讲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留言讨论 那么我觉得 这个不论你是地推等 还是计划地规等 我觉得都没问题 就完全看个人喜好 但是你得了解这个dp的本质 它是一个地规定义的问题 地规定义的问题 然后你可以通过求解子问题 去求解更大规模的问题 只是说你到底写成地规形式 还是写成地对形式 就完全取决于自己 那讲到这边 如果喜欢目前的话 别忘了点赞上频道通 投币关注 如果想讲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屏幕下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吃饭 拜拜